基隆港东岸11号码头,今天下午2时许基隆港误分公司系缆车司机,连人带车冲过大海的意外,工作人员发现赶紧打电话报案,消防局获报后前往现场查看,经消防人员抢救后,乡驾驶就起,但已无生命迹象,赶紧送医急救。 警消表示,下午2时20分许接获报案,基隆港东11号码头月明伦伯靠时,缆队崔姓司机63岁驾驶作业车辆,连人带车冲入大海的意外,经过港务消防分队抢救上案之后,目前送医急救当中,至于车辆落海原因还带调查,突发中心。 西龙报道出版时间15点10分,更新时间15点44分,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手女劈腿二已婚,男谈判引杀机妙一死一伤,检举作弊却被要求道歉,小六女类诉我做错了吗? 画面曝光,乌尔开西骑车被警栏九侧0.4遭扣车移送基隆港东11码头疑似车辆落海,翻拍画面基隆港东11码头车辆落海,翻拍画面消防人员前往抢救,翻拍画面消防人员下水搜救,翻拍画面消防人员进行抢救,翻拍画面消防人员救起驾驶,但驾驶已无生命迹象。 翻拍画面消防人员救起驾驶,但驾驶已无生命迹象赶紧将他送一,翻拍画面小方在现场拉起封锁线调查,翻拍画面救护车将驾驶送一,戴之胜涉救护车将驾驶送往基隆医院急救,戴之胜涉抢当好评有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-tw.adai.ly-ml923 UPCSU关键自基隆港东11码头车辆落海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